欢迎回到面对关键人物 今天在现场的是国际制散负责人李明志李董事长 接着我们继续从经营面来请教董事长 董事长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产业能够发展那么成功 其实跟您的经营理念也是有密切相关的 那你觉得公司是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不变的 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得到其他别人的接单下单 因为我想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尽力水源 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想的能够成功就成功 也是要大家一个相扶相成 整个产业不管你在一个你的一个计划 你的一个供应链你的行销你的客户就要一个大家一个默契 那我想不管再怎么样都要一个很诚恳的这个东西你才会做好 不过因为你这个因为做散是属于加工的东西 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原料厂商来做的 因为散都是基本上都是三次加工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住在一个人情事故方面 对我们散界来讲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是像品质还有研发这块是不是也是贵公司的一个力气呢 对那我过去都是以OEM为主 那之后有一些经验之后 我们就慢慢开始一个好的一个客户进来之后 那有一些品牌客户进来 我们就开始走到一个ODM这一块的市场 因为公司你要有一个竞争 你基本上有一个设计能力要够 所以我们公司基本上除了研发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一组是设计的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好的东西 如果你不出自于在你自己的一个设计 你只是在一个跟着随着后面再走 应当是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在研发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设计 基本上也至少有两百款的一个设计 让客户来选择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立基 这个立基点 这些设计人才大概就是台湾 当地就可以找得到 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方式 来寻觅这些设计团 我过去基本上 我是依靠日本的一些设计师 我那边那时候请了一个 那之后因为在刚开始 你不了解他们的民情 因为过去我是也请中国大陆来设计 但是不同国家设计出来的东西 好比说中国大陆早期 他设计出来的比较死板 不会笑 那日本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你把它做在散面 那一支散会对你笑 会笑 对会笑 怎么样一种说明 那看起来就很 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较外 较不濕 较不濕 但是在中国大陆设计 就是很死板 那台湾就是卡在中间 那我们就经过三五年的这个日本的设计师 带着我台湾的这些设计师 基本上慢慢慢慢就会跟他们谋合在一起 所以我是用重新这样去做出来的 那我们另外也谈到说到底现在企业 尤其是传统产业 他要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其实是很多企业主商脑筋的问题 那你觉得说你现在公司采取的模式 是不是说这个营运总部设在台湾 那其他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把你的事业 经营好的话 您是用采取什么样一个方法 我想一个好的一个企业 当然要不断去改善 刚开始就是说 比较不管在我像以我们做审来讲 刚开始我们这是一个比在一个基本上 一个电脑化的管理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材料 因为我们的配件 就是三百多种的配件 那你一个好的东西 你要不断的制度面要去做 那散的这个 因为他是纯手工的东西 你在材料的控制 成本的控制 你的一个配件 你一搞错 那就很麻烦 所以其实我们来讲 就是说要管理上 一定要很注重 所以我在工厂 我都是比在一个细胞式的管理 尤其是在台湾的设计 你生产在中国大陆生产 你这个有一段距离 那这有一段距离要怎么办 你寄来去往返 这个时间太长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跟大陆 我们自己有一个视信 每天都有视信 我们可以从你一个从散面的设计 到他做出来的 台湾的设计 然后工厂的生产出来的十样 我就可以及时的去更改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马上可以沟通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这样时间会缩短 那将来我们的成本会降低 那给客户的提供的产品 就是会比较准确度 会很高 这是一个中小企业 毕竟要花这些费用 用科技化来提升你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价值 想一个十倍速的一个时代 这个很重要的 这好像完全呼应到 这经济部提倡的这个 制造业要科技化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好那可能也要请董事长 回应一下 就是说政府有些政策 他是关于就是欢迎台商 就是大部分在台商 在大陆发展台商 能够跪于返商回来台湾发展 那从制散业的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 您觉得说政府还有没有一些 可以多做些什么 让更多的厂商愿意回来吗 我想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 是很多 不然政府像我也实在在讲 也是在怀念 过去我们做散业也很想要回来 但是呢 就是政府就画一个区域给你 好比说他就给我们提供 在江兵工业区域里面 那做散基本上都是小区域分成台北桃源新竹彰化 各地都分散 我想做散过去一个经营都是一个家庭式的代工 不用很大 那你集中在一个地方 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供应内没办法去整合 那我也是很在讲说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个工业区都闲置 那政府是不是说可以帮一些企业 政府你可以先把这些有的工业区 根本就没再用了 政府是不是可以先把他购置下来 购置下来当然要钱 那你可以先规划好 让五百坪的一千坪的五千坪的提供这些中小企业 来说我先让你承租 你适合在桃源 龟山 大园或是新竹 我这五百坪 可能你刚开始用租的 用租的 不然现在的地价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如果用租的之后 我可以五年十年之后 我企业有赚钱 我是不是政府也可以再把你买回来 过去你的租金 你可以把它扣掉 那这样会使要贵于返鄉的 这些中小企业 他的支持成本会降低 他这些所有的资金 就可以买设备 他的作转金 来疏解他的压力 不然你现在像我有时候去找一些工 工业用地 真的太贵 你没办法去用 那如果政府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我想很多企业 可能适合回来台湾的企业 他可能这样做 因为有一些企业是没办法符合在台湾生产的 因为他有牵涉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关税的问题 但是有一部分 他可以的 我想这样使我们台湾的就业率 就会提高 工资自然就提高 因为请不到人 你有场地给他 这个工资 我想大家都会往上提升才对 我想说公司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武器的话 也是说我们有自由品牌 那自由品牌这条路到底好不好走 你觉得说未来如果要走的话 你有沒有觉得可能应该怎么做的话 可以让公司的这个价值能够更向上提升 当然左品牌这条路应当是很辛苦 但是你要自己要能够忍受 因为过去的厂商都是比较重生产 轻行销 所以像我们公司 我们这是在稳定中 但是我要自己一个品牌的时候 我就可以挪百分之二十出来做一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刚开始是要从区域 然后到整个面 到国外 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倒到国外去 但是最起码你做一个品牌 好久我在桃园做 要做一个品牌生产厂商 最起码我桃园人知道说 这是一个国具洋产生产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都你这个线都知道了 那你才有办法再扩出去 你基本上你这个基地 这根本不认识你的东西 我想会比较困难 但是我想要把你要经过五年 十年 二十年都有可能 只要你有做 你一定有机会 你没有做 你用想的 你没有付出行动 我跟你讲 永远是空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真的 那更多关于自由品牌 怎么样去成功打造 还有就是说 最后一段我们也希望 李董事长以过来的人的经验 然后给年轻人做一些建议 你转个圈 应当是没有事的 因为挫折一定会的 你这样你才会长大 你的企业 不管你做什么企业 你面临的问题 你还是要面对 但是有时候 想法稍微退一下 转个弯 问题就会解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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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